接着我们带您关心苹果公司限制我国电信业者的iPhone绑约价格 公平会经过至少半年调查时间 兼认定苹果违反公平交易法 对苹果亚洲公司开罚了2000万元 这也创下全球首例 不过呢目前苹果公司都还没有重视回应 苹果iPhone抢手每次星期开卖都引来抢购热潮 台湾电信业者多半是依照苹果规定 搭配好绑约价公平重选择 这种限制绑约价的做法 公平会认为违反公平交易法 重罚苹果亚洲公司2000万元 苹果亚洲公司因为限制转售价格 违反公平交易法第18条 除以2000万元的罚还 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一个经销而不是代销 所以在法律上苹果是没有权利去干涉他们 要用什么样的价格 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分这样的手机 许多国家都针对苹果手机销售做法展开调查 公平会这次开全球首例 一罚就是2000万元 不过调查时也遇到了一些阻碍 这个当然这个苹果认为他没有违法 三家业者也认为这个中间没有违法的这个情形 所以配合态度其实不太好 其实不太好 当他收到这个处分书一个月之内他就要缴 就算他要处愿了什么也先缴钱再说 公平会查阅苹果和电信业者的电子邮件 确定不管是榜约手机价格 手机补贴金额还是新旧款iPhone价差 全都要苹果审核同意 违反了市场决定价格的自由决定开阀 但苹果方面则是低调表示 要进一步了解后才会对外回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